工人用牙拉扯的玩样叫做虫胶 现在你可能不认识它 但是我们却都吃过 因为它是制作胶囊包衣的主要材料 甚至给水果打蜡都有它的身影 其实这种虫胶是用雌性紫胶虫的分泌物做成 在每年的6月份 当地的农民会将怀孕的雌虫放上新的树枝 这样幼虫就会爬满整个新鲜树枝 为了保护自己 雌虫会吸收树枝并释放树枝 将自己与整个树枝包裹起来 此时工人会利用小刀 将树枝上的树枝全部剥离下来 这种初始虫胶会以每公斤14块的价格 直接出售给虫胶加工厂 这种刚回收的虫胶并不能直接加工 工厂会将其碾碎 并放进清洗机中进行清洗 这个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过度的清洗会导致虫胶被清水洗掉 而清洗过快也无法将灰尘清洗干净 下一步虫胶会被放到空地进行晾晒 时长会控制在一个半小时 因为晾晒时长过长会导致虫胶变黑 晾好了之后 工人会将其中遗留的树枝挑出 并放进抖动的筛网将一些碎石分离出来 直至虫胶变得如此干净 就能将其放进像消防水管一样的布条里面 经过火焰的加热与工人的旋转 虫胶就会融化并滴落到下方的收集器 那些布条里的杂质也能被过滤出来 刚做好的虫胶十分好玩 看起来会像糖果一样 工人会将这些虫胶放到圆形铁柱 用布条将虫胶慢慢拉伸 同时工人还会用手与牙齿再次进行拉伸 直至虫胶薄得像纸片一样 不过有的工厂也会用机器直接进行拉伸 这样大大提高了虫胶的产量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